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这么看着我眼睛这么一直举着 然后看着我眼 最后演完了大概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 给我的公司打电话就说 有可能会让蒋新演花飞 而她在采访中谈起自己正在拍的新戏半生源 也耿直地表示自己其实更想演姐姐顾曼璐 会接演顾曼珍的角色完全是为了导演和佳玲姐 不仅戏里霸气侧漏 戏外也敢于接受挑战 蒋新在胆子这块还真是华飞本飞呀 昨天上午孙力飞到香港参加品牌活动 颖着素颜穿着休闲装 还戴上超Q冷帽和大摩镜的丽姐刚走出街机大堂 瞬间就被蹲守的记者围住了 刚刚在飞机上打了个盹的丽姐看上去一脸蒙圈 但还是认真的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还超nice地提醒记者小心撞到 历姐在香港愉快地玩耍 超哥在家乖乖当着奶包 结果昨天一网友在微博发了一张截图 超哥穿着球服一脸沧桑 标题上还赫然写着 法律制裁罪犯 谁来制裁人性 莫名上了法治新闻的超哥 真是比豆鹅还冤啊 正在闭关拍摄扶摇的大秘密 在昨晚终于可以暂时缓口气 作为品牌代言人出席时尚party 大秘密穿着一件不灵不灵的星光黑裙 长卷发和大红唇显得优雅又妩媚 他还急性走了一段婀娜多姿的猫布 甩头发嘟嘴飞吻样样都是暴击 撩的粉丝们集体表示无法呼吸了 玩归玩大秘密还是时刻心系的工作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大秘密爆料自己party结束 就要飞回横店继续拍戏 而且跨年也要在工作中度过 真不愧是敬业蜜啊 而昨晚大秘密的两位大亲友 姑父赵又婷和闺蜜周比畅也去了派对 再次同框的姑姑和姑父两个人 喝酒摇耳朵聊得很开心 但是这回却不玩自拍了 大秘密这次的自拍对象换成了比比 可怜姑父只能隔着两个人不停地探猪头 眼巴巴地望着 大秘密这个偏心眼有了嗲嗲忘了姑父 真是委屈了不会自拍的姑父 只能坐一晚上的望秘史了 在桂圈有不少妇女之友 比如近东王凯 孙宏雷等等 可奶们知道吗 尼里潜夫哥的女人缘也是超级好的 据说上到合作过的女搭档 下到五岁小萝莉 都能和她迅速打成一片 我们研究发现 尼里潜夫哥的隐藏人设 竟然是贾宝玉来的 下面就让头条军给大家好好讲讲 潜夫哥的女人缘是如何练成的 迷弟们竖起耳朵仔细听哦 前天在我大企鹅直播的星空演讲 各位胖友想必都没有错过吧 听哥鲁大咖演讲喝鸡汤 来一次灵魂深处的大碰撞 简直不能更理智啊 但是骨骼清奇 脑回路更清奇的头条军 还是忍不住深入后台 探听起了八卦 我们越来越美的鸭鸭 佟丽娅就爆料起了 和朋友之间的二三事 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 大头哥李佳音 俩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日常互损打打闹闹 见不当面还要通过视频云喝酒 这亲密劲儿真是非同一般 其实吧不只是鸭鸭 热心吃瓜网友发现 雷佳音特别擅长 和女演员们打成一片 和心之磊斗图护黑五下线 气不死对方算他们输 哎嘛雷佳音那动徒 真是承包了头条军 至少一个星期的笑点啊 头大就是庙 欢乐源泉可救赛 还和霍思燕掏近乎 一有机会就哄着 暗恒大王叫他爸爸 他好讨厌 他老让我儿子喊他爸爸 那我儿子已经两个月 没有见到爸爸了 现在可能他以为他是吧 好在机智如暗恒 才不会上他的当 毕竟人家头那么小 怎么会有个大头爸爸呢 那在你的哄骗之间 他真的叫过你爸爸吗 没有 和老同学江言见面 也是分为激动 张开双臂 就给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 谁啊 熟悉吗 谁啊 你看谁啊 二胖 我的天哪 剧组合影时 也是和女演员 各种搂搂包包 贴腰贴脸 和异性关系如此亲密 居然还能让人觉得 纯洁武功害 真是强都不服 就服雷佳音了 那么大头哥 这种神奇的魔力 是哪来的 名震探头条军 开启最强大脑模式 经过一番阵密的探查 和分析后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原来雷佳音的隐藏人设 竟然是假宝鱼 首先呢 他在多个场合自爆 从小就是在女孩堆里长大的 不仅身边女孩特别多 还对他们质疑最崇高的敬意 这波就连岳云鹏五岁的小女儿都没放过 给人家送了一个足足有两万块的拼图 这是要让人家小姑娘拼到情听期的节奏吗 不过话说回来 雷佳音能有这么多好友 那是因为她是个执着又实心眼的性情中人 车小就曾在直播中爆料 和雷佳音合作电视剧之后 不小心误删了大头哥的微信 结果呢 屋里雷大头哭晕在厕所 清醒后又拖遍娱乐圈半笔江山 想尽办法想加回微信 最后还委屈巴巴的在车小微博底下留言 让车小大发善心加回去 一年的时间之内 发现各种人来跟我说把雷佳音加回来 我就阴卡阳错的 没有 加回来 结果有一天我在加 我看见那个手机上面写 最新一条微博评论 雷佳音说 我到底怎么你了 你把我嫁回来呗 刺情可感天动地啊 厉害了我的大头哥 如此多情的雷佳音 不怕老婆吃醋吗 人家可是说了 自己和所有女孩都是朋友 但最好的朋友是自己的老婆 两个人恩爱着呢 我女朋友是同班同学嘛 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这俩人特有话聊 分搭的全分搭的 所以啊 最好的爱情不一定是天雷勾地活 也可以是平淡相守白头啊 哎 不知道我这个单身狗在感慨些什么 我们的大头哥不仅在情感方面 像极了贾宝玉本玉 成长经历也让人误以为 打开了红楼梦本梦 少年叛逆期的大头哥 辍学早恋离家出走 所有令大人心碎的行为 全部尝试过 以至于被自己的父亲大人瞧不起 就算最后改写归正 考了好成绩 依然对他的前途补抱什么希望 请红楼梦实际学者观众作答 这种经历 是不是也像极了贾宝玉 哎呦呜 头战君真是想给自己的智慧 可以点个大大的赞 如果大头哥正拿着手机 看我们的节目 且对自己的新人生 很满意的话 请牢记我的银行账号 66668888520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 大家可以弹幕刷起来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一起交流互动 在这里要感谢 最大的年轻人兴趣互动车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明早七点 BIG棒来了 还是一样与你不见不散哦 拜拜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爱哦 小心意义 别对时间怀疑 就是改变 不如改变自己 Oh baby 有些些熬不去 有些不可思议 有了些